今天要來介紹一下 來自小汽車的旅遊生卡 用這張PASS可以免費玩超過30多個景點 像現在最熱門的海岸電車 遊艇、天世界、X-the-side的展望 他們都可以用這張PASS免費唱 除了30多個景點以外 它還可以當作一個交通卡 所以是包辦整個福山的交通、旅遊經驗 它還有100多個合作的地方 像是購物、飯店可以打折 不過其實已經從小汽車回來 實際使用上也是非常免費的 分換20小時、28小時 24小時的話是49,000韓圓 48小時的話是69,000韓圓 它在Carelook或是KKB商都可以購買 它的價格就是你當時的匯率去計算成台幣 所以其實今天在台灣先購買就可以了 再加上如果有一些會員或是一些折扣 其實就蠻划算的 買完之後大概15分鐘內 你就會在信箱收到一個購買品證 就可以拿你的購買品證去訂的地點去對換 訂的地點的話 其實最方便的應該就是福山的機場 還有福山車站 如果大家已經直接在福山車站出來 就可以直接來 然後如果你是可能從福收爾座車過來的話 可以在福山車站裡都蠻方便的 所以毫不如說來看我們20小時 總共採了多少點 以及這張帕子讓我們審下的多少錢 現在在福山長街要挑戰一下 看我們會用福山帕子20小時 可以玩多少 我們要去這邊搭膠囊列車 來 這是我們的導遊 一定要先上網訂一下 不然牌子要趴後座 天氣太沒了吧 來來來來 都不聊 今天是草貝一條街 那我們就慢慢坐那個膠囊 然後再拍完那個海外 然後按列車之後呢 就看在那邊學東西 隨便學你家怎麼好吃 欸好像這個耶 就這裡耶 我們要去用我們的三派 這樣我們可以說划算 第一個是用海山列車的 我們現在換了兩個 我們現在在這 然後我們換了一個去這裡 然後再換個回來的 那邊學的地方 只可以換兩張 然後再換個回來的地方 只可以換兩張 然後再換個回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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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這樣做的話就對了 好有趣喔 第二個點 路距 可以有四個路線可以選 我們是可以換這個 兩萬七 對 現在那邊在這麼多的地方 從這邊去 你沒有沒有去 我 那我是S欸 我是什麼顏色啊 橘色我是XL欸 你 哈哈哈哈 我頭髮也太大了吧 你很近欸 你手很近 對啊 我是S 我發這內心感到害怕 我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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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嘿 這也風景超好的欸 我們再到第二次了 好好玩喔 怎麼還可以FU 可以啊 還在踩你好之下 他可能是顏色 第一次待喔 先上課 很輕鬆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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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完了 很刺激 而且空景超可愛 今天天氣又很好 然後就可能是假的 因為 所以人沒有很多 都沒有感覺到 好玩推薦 而且現在玩完就是 我一直回不到家 去旁邊有個 好玩喔 都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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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好搭的時間 的夕陽超級漂亮 然後那個 那個 可以上去看 就融合 對啊 我們等一下要去搭 那個郵輪 去 Diamond Bay 就是我們今天的 用 浦山Pub 最後的行李 幫我們趕快雷斌 看 我們到我們直接進去吧 進去報道 就等到我們的浦山Pub 然後去貼一下 基本的資料 對 我們要登船了 對啊 這是我們第一次來搭 第一次 有機會 蠻漂亮的 好冷頭的嗎 一蛤 假期影片 好 起床起床 真的 真的是 我太難了 今天第二天 要來坐雙檔覽車 我已經換到了來回的 我們坐子欄車來到宋島上面 就一個龍鳳梢的感覺 就算大家來乘車到宋島上 就可以來走這個龍鳳梢 但我們也知道 他說這個長得很像龍的頭 所以叫龍宮 對啊 瞬間移動到乾川洞 要來上海 買到我最想吃的苦物榜 因為這個只有冬天賣喔 一直找不到 還好在這邊走不走 很好吃欸 是脆的 我們現在又要吃出我們的生氣小咖咖去川韓夫 我們的租的地方大家認這個就可以用我們的保存法子 但是我們最後一天就快了 他會幫忙做造型 已經變裝完成了 我們在這邊換咖啡 終於找到了 我們三輩可以在這邊換咖啡 這是白錢湯 走過難走 哇 很漂亮欸 很漂亮欸 對 換咖啡的事情 我們在這邊擦的選擇 這邊三輩這邊是超好的 然後去咖啡就是衝 人充電 手機也充電 然後去上車廁就要洗一下 然後在這邊走不走 其實是我們的 它是20次小咖啡 已經卸掉三輩子 我們在那裡用到這裡 對啊 超近的 對啊 超近的 對啊 你可以 一直用下來有幾個型的 第一個就是 買48個小時會比較划算 就是三天兩夜半的好 這這23小時下來的其實都蠻乾的 然後每個景點 這個經驗時間不會很久 然後也沒辦法 複製間周邊也都一些不錯的景點可以走一走 所以我覺得48小時的話 時間會比較划算 因為那邊穿上應該會更划算 因為其實有些景點 然後我在影片裡也有提到 那邊也都可以使用PASS 只是因為我們時間上的關係沒辦法去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 交通不穩定 我覺得福山相比以後來說 它交通沒有那麼方便 然後大公車會轉地錢的話 會花很多時間在交通上面的 所以如果是一群朋友的話 像計程車會是一個比較好選擇 這不然會花太多時間在 大車啊 轉車上面的很疼 使用的時間就會 你可能應該只能玩一兩個景點 然後再來第三個的話就是 安排型的話 最好就是你要先查好 它的韓文名稱或是韓文地址 因為這樣子用Google 你在韓國是比較沒有那麼好使用 它們都是用neighbor 那neighbor的話 其實英文會搜不出來 所以取得地方查好 還有韓文的名稱 然後你可以儲存在你的neighbor地圖裡面 那這樣子在規劃交通或景點之間 就會比較方便 真的是我的一些小小新的分享 可以歡迎你留言 你覺得哪一個景點是最值得的 你也有用過福山PASS 你可以跟我分享你的新的 可以告訴我哪些景點是我還沒去到 然後非常值得推進去 我這次去福山真的蠻喜歡這座城市的 更喜歡這種靠海的城市 有很多可以看海的地方 那現在從台灣被福山寄牌 有很多照片 我最近也看到這裡大概三十千塊 就覺得跟我台北會營燈高雄差不多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